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却深不留洁 格格 不好了 老爷还是答应了皇上的赐婚 要把您嫁给皇后宛容的弟弟 为助兄长 他选择妥协 从身份显赫的皇家格格 再到颠沛流离的单亲妈妈 战火纷飞中 他又该如何守护自己的家庭 与夫分别十二年 最终能否团聚 出身皇室的他 从旧贵族格格 蜕变成正解委员的背后 还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本期吉林日誓家事 为您讲述 日火重生的末代皇妹 这一天 已经成为公民身份很久的溥仪 在家里闲着无事 突然听家里人说的一件事情 让他非常吃惊 原来自己的亲妹妹 曾经的三格格 竟然被选为了北京东城区的 政协委员 成为了一个社会活动家 而且听说三格格乐此不疲 对自己的这个新身份 不仅充满热情 而且还积极活动 从事各种工艺 帮助他人 溥仪在吃惊之余 不禁感叹 三妹过去最娇贵了 只知道玩 向我撒娇 每逢听说我送了别人东西 总要向我打听 逃赏 谁料的 这个娇拥散散 只知道西恩逃赏的三格格 竟会成为一名社会活动家 那么这个三格格 到底是何许人言 溥仪为什么对他的身份转变 发出如此的感慨呢 三格格爱新觉罗运营 出身清皇室第一家族 父亲是前摄政王在丰 母亲是慈禧洋女 宠臣荣禄独生女 寡尔家世 他的亲格格是末代皇帝溥仪 他出生时溥仪就退位了 虽然大批皇亲贵族 由于没有政治特权和经济来源 靠变卖家产度日 以至于很多皇族的后代 沦落到社会最底层 有的甚至动恶而死 不过此时 淳亲王府却依然显赫一时 因为溥仪虽然退位 但按照皇室的优待政策 民国政府不仅每年给亲室 四百万两年元的生活费 还让溥仪住在紫禁城里 过着关门皇帝的生活 他出生后身边就有三个 专门伺候的佣人 一个是贵奶的奶妈 一个是洗衣服 收拾房间的水妈 还有一个德玛 专门负责穿衣服 书头 教习各种王府礼仪 连手指甲和脚指甲 都有专门的人钱 甚至十几岁了 才开始自己洗脚 想要什么 只要说一声 仆人就给买来 一家人从载风开始 都以谈钱为耻 于是运影就认为 钱不是好东西 以至于十几岁 都没见过钱 王府的主子 日常每天一日三餐 都有固定的规矩 八菜一汤 一日的花销 大概三十两银子 而那时普通百姓 一年的花销 也不过一两银子 从小三格格就知道 宫里有个皇上格格 受父母影响 皇权思想根深蒂固 那时候 整个爱心觉罗家族 都认为 还政于清 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对努尔哈赤 十三副一甲起家 康熙清真 乾隆难寻的故事 甚至慈禧的日常 都津津乐道 只有出生是丫头的祖母 对慈禧恨恨不平 经常念叨 害了人家的儿子还不够 还要害人家的孙子 但是大家 对袁世凯的仇恨 是一致的 他是整个 爱心觉罗家族的仇人 在三格格还不懂事的时候 他在画报上 凡看见袁世凯的照片 就会马上用手 扣下眼睛 以解其恨 可以说 童年的三格格的人生 都是围绕着溥仪在转 因为全家抱着溥仪 总有一天会当上 真正皇帝的想法 所以 不管外面民主运动 如何轰轰烈烈 总统如何轮换 在高墙之内的王府 三格格依然恪守 皇家格格的规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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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乖什么乖 昨天我还听见你跟下人们大声说话嬉闹 这成何体统 和娘 我平时就没有半点自由 在王府里 我只能在一个院子里玩 连门都不能出 也就昨天 好不容易有机会能在花园里散散步 说话可能是大声了点 你可以不至于让额娘如此动怒呀 你身为格格 本来就不应该大声说话 笑不露齿 吃饭的时候要闭嘴咀嚼 走路的时候要一步一步走 不能跑 这是最基本的规矩 额娘还没说你呢 你作为皇上的弟弟 竟然跟下人们打听糕点的价格 这要传出去还不一笑大方啊 你让我跟你阿妈的脸往哪儿搁 还要是穿 我老子 我爱你 你选择 你恶娘教训的是 孩儿一定会目光远大 做一个有出息的人 孕影身为格格 每天的生活 就是喂喂巴尔狗 养养小除尖 再就是在花园里 挖一棵草 换个地方再种上 而作为格格 也不能随便兼外男 亲舅舅都不行 一次三格格脚化了弄 找来一个外科大夫 按照规矩 王府的女人 不能当众脱袜子 只能在袜子上 挖了一个洞 露出脚趾头 勉强医治脚壁 小时候三格格 经常听祖母讲 皇上哥哥 如何被慈禧抱进宫的故事 但这个皇上 好像离自己很远很远 他不知道 传说中的皇上 关系着整个王府的 兴衰生死 直到母亲 不明不白地死去 1921年9月的最后一天 三格格看见祖母和母亲 被太监急匆匆地招进宫 回家之后 一向严厉的母亲 抱着她 带着普洁 到花园里玩 一边对她说 你长大了 可要听话 别学皇上 要听话 之后 回到卧室 母亲将鸦片 掺着烧酒和金面 一起吞进了肚子里 奋而自杀 原来渐渐长大的普怡 变得非常叛逆 和一心想要掌控她的 端康皇贵太妃之间的 矛盾越来越大 端康皇贵太妃 就是真妃的姐姐 她一心控制普怡 妄想普怡复位后 她就能像慈禧一样 呈摄政太后 于是 在宫里一直派太监 监视普怡 而普怡开始 不服端康皇贵太妃的管教 她先是自作主张地 剪掉辫子 接着戴上眼镜 怀表 有一天 甚至大摇大摆地 穿着一身 民国将领的大礼服 戴着羽毛的帽子 配着亮闪闪的军刀 在紫禁城里 得意洋洋地走来走去 端康皇贵太妃 看了大路 她严厉训斥到 大清皇帝 穿民国的衣裳 还穿洋袜子 这像话吗 溥仪被训后 虽然重新穿起了龙袍 但心里对端康皇贵太妃 十分窝火 不久 端康皇贵太妃 擅自辞退了御医范一梅 总管太监张清禾 趁机搓火 说 万岁爷 这不成了光绪了吗 再说 太医院的事 要万岁爷说了算呢 奴才也看不过去了 年少的溥仪 听了这些挑唆后 气腾腾地跑到 端康皇贵太妃那里 大喊大叫 溥仪当时 对端康皇贵太妃 大声说 你凭什么辞掉范一梅 你太专上了 我是不是皇帝 谁说的话算数 端康皇贵太妃 气得脸色煞白 把三格格祖母和母亲 急匆匆地招进宫 大声训斥 祖母和母亲 没教育好溥仪 还让祖母和母亲 在殿外 整整跪了一上午 吓得祖母和母亲 流泪跪着求端康皇贵太妃 息怒 还应求溥仪 向端康皇贵太妃 赔不是 结果回家后 生性倔强的母亲 用鸦片 掺着烧酒和金面 自杀了 死前还嘱咐普洁 要帮助哥哥 恢复族业 不要像父亲 赛峰一样窝囊 这件事情 给溥仪很大的刺激 这个端康很紧张 皇帝这个翻脸 那还是害怕的呀 所以这个端康 才收敛了许多 就是因为溥仪的生母 被这个端康逼死 所以我们对这个 锦菲的这个评价 喜好权势 但是呢 他的字母并不是很多 但是守身的很长 敢于和袁世凯 宫外的袁世凯 这个两个人之间 这个勾结 来控制溥仪 母亲死后 家里怕得罪 端康皇贵太妃 说顾尔家氏是死于疾病 这样年幼的三哥哥 第一次真正感觉到 皇权的可怕 而对宫里的皇帝哥哥 在他想象中 可能跟戏文中差不多 是一个头戴冠冕 身穿大黄袍 留着一缕长须的老头 因为从出生以来 他就没见过溥仪 直到宫里宣旨 进宫会亲 他才第一次见到 这个传说中的皇上哥哥 从这以后 姐妹几个经常被宣进宫 陪伴溥仪 每次三哥哥都非常紧张 因为祖母每次都要反复叮嘱 千万不要乱说话 不要乱打听 不要惹祸 但玩起来很快又忘了 溥仪皇帝的身份 跟着溥仪一起在御花园里 爬上爬下 经常胡闹 我问你啊 你怕皇上吗 有时候怕 有时候不怕 我看皇上啊 虽然高高在上 但好像并不怎么聪明 你发现没有 他学习还没有你好呢 我可不敢跟皇上比学习 他可是皇上 皇上也是人啊 你看皇上 他也敢时髦 也学英文 还给自己取名亨利 给你取什么威廉母 他还动不动就说 威廉母 快给朕把喷噪削好 放在戴斯克上 阿瑟 特地下想 叫莉莉他们来 可以让外国军乐队 我们还是不要这样 背后说皇上了 万一让阿玛听见了 又该骂我了 皇上 皇上 你天天就知道皇上 什么时候能想想你自己 想想我们 什么时候 能像正常人一样 自由自在地 在街上逛逛 想吃糖葫芦 就吃糖葫芦 想玩泥仁 就玩泥仁呢 很快 运营出入紫禁城的日子 就结束了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 溥仪被冯玉祥 赶出了紫禁城 很快就跑到了天津日租界 三格格随着纯卿王府 搬到了天津 为了避人耳目 父亲在风 给宅子起名王公馆 一家人隐姓埋名改姓金 三格格成了金运营 此时三格格已经长大成人 他叛逆的心理愈发重了 他更渴望可以有自己的人生 可以摆脱身份的束缚 但是他不知道 自己的出身意味着他注定无法和普通人家的闺女一样 离开了紫禁城 运营本以为他可以上新式学堂随意出门 但他很快便失望了 他依然要守王府的规矩 不能随便和别人讲话 不许当着人校 不许干活 长到十七岁 衣服还要老妈子给穿 手卷脏了 也不许自己写 运营觉得自己过着与时隔绝 无异于软禁的生活 这都因为溥仪还是皇帝 他作为溥仪的包妹 就不可能脱离格格的身份 后来溥仪在张园 挂起了亲世驻天津办事处的招牌 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小朝廷 那些遗老遗上 包括溥仪自己 都认为早晚要处返紫禁城 在天津 溥仪依然保持着皇帝的排场 住的地方叫行宫 吃饭叫用膳 在这个清朝啊 实际上这个皇室 是把所有的宗室啊 禁锢在北京 不让出京城 同时啊 也照顾他们的生活 给他们以极高的待遇 风诀 有很大的谱 让他们来摆 这个衣食住行啊 这个可以很高的待遇 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讲 就我们东东这些手链奇人啊 那个是在很困难的时期 一地点咸菜 我们这个地方的人用碗盛 他们这碟 小碟子来盛 喝水的时候啊 一定要喝茶叶水 白水是不喝的呀 老奇人都是这样子 他们的后代 手链人都这样 何况是皇族的 运营每次给溥仪 请安的时候 都认为 溥仪依然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主宰着很多人的命运 这死员快过来 可是不是想要考死朕 哎呦皇上 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啊 气死朕 这个死奴才 想要考死朕 皇上 奴才看您 从法族界的跑马场 回来休息 看您胜体招凉 才在您的床前 放了一个炉子 奴才万没想到 会净扰到盛家啊 皇上 皇上 您鞋都没穿好啊 这到底怎么了 朕见他想要考死朕 所以连鞋子都没顾得上穿 先跑出来再说 来人 把他的脑袋 给我摁在炉子上 使劲地啃 让他也尝尝被考的滋味 皇上 奴才冤枉了皇上 皇上 奴才冤枉了 来人啊 快点 咱们还不慢 皇上 皇上 我先看头使劲考 给我烤到焦 烤出油烂为止 皇上 奴才冤枉了 李国雄的头发烤焦 头皮烤出了油 奴仪才转悟为喜 笑了出来 但是让三哥哥没想到的是 作为溥仪的包妹 她的命运 包括一生中最重要的婚事 父亲都不能做主 而是要听溥仪的 一天溥仪告诉父亲赛锋 准备给三哥哥和宛容的弟弟润齐赐婚 一开始 父亲赛锋并不愿意 觉得润齐太淘气 三哥哥会受苦 那么溥仪为何要把三哥哥 嫁给宛容弟弟润齐呢 原来此时溥仪正在极力培养自己的势力 这还得从孙电英盗墓说起 1928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瓷洗墓被盗案 瓷洗随葬品不仅被洗劫 尸体还被辱 得知消息的溥仪气得嚎啕大哭 他对民国政府宣称 如果不惩办孙电英 他在张元设立的民堂 就不撤 结果蒋介石根本不理会溥仪 溥仪觉得 这都是自己没有军事力量的原因 他发誓 不报此仇 便不是爱心绝夺的子孙 于是派弟弟溥杰和润齐 去日本学习军事才能 准备谋划自己的大业 而此时和润齐联姻 不仅挪夺了清朝旧大臣 还把年轻一代的力量握在了手里 哥哥 哥哥不好了 老爷还是答应了皇上的赐婚 要把您嫁给皇后宛容的弟弟 阿玛真是的 说好拒绝这门婚事的 现在又编卦了 不行 我得去找阿玛 别别别别 哥哥 您还是别去了 老爷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这皇上圣旨都已经下来了 那也无可挽回了呀 再说了您看咱们家 除了您其他的几位格格 也全都被皇上赐婚给了各大家族 大格格嫁给了皇后宛容的哥哥 二格格呢 嫁给了总理郑孝旭的孙子郑广元 四格格吧 嫁给了蒙古贵族 嫁的不是你 你当然不着急了 我小时候就亲眼见过 姐姐嫁给婉容的哥哥润凉以后 生活得很不幸 但是她身为王府的哥哥 又不能离婚 连家都不能回 所以她十六岁就得了兰尾炎 婉容的家人不让西医医治 结果她活活疼死了 谁都知道她怎么死的 可就是没有人敢道破 我可不想不姐姐的后尘 哥哥快呸呸呸 快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了 这现在不是跟之前不一样了吗 皇后宛容的家世 也跟以前不一样了呀 不行 我还得去求求阿玛 当时 哥哥们 基本没有人 对严酷的封建礼教 说半个不字 除了三哥哥 在封家的五哥哥 被溥仪 赐婚嫁给了大臣之子 万家西 六哥哥 嫁给了金世宗 完颜庸的后人 而这些俄父们 无疑在为满时期 都成了溥仪的心腹 那时候 三哥哥梦想着 去日本留学学医 他和二哥哥商量好了 他学外科 二哥哥学内科 甚至开始盘算着 什么时候启程 但毫无疑问 遭到了父亲的反对 因为历史上 没有一个皇族格格 出国留学的例子 三哥哥 只好和姐姐大哭一场 1932年3月9日 溥仪悄悄跑到长春 成立维满洲国 作为溥仪的妹妹 三哥哥的命运 再次随之改变 她和二哥哥 一起和皇后婉容 被悄悄接到了长春 参加溥仪就任 维满洲国执政的典礼 典礼后不久 三哥哥和婉容弟弟 润齐举行了婚礼 最让三哥哥高兴的是 她终于可以出国留洋 实现自己的梦想 传上三哥哥兴奋不如 在亲王朝两百年的历史上 皇族格格中 她是第一个出洋的 她像挣脱牢笼的小鸟一样 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期待 然而刚到日本 她就被日本皇室包围起来 御仁天皇的帝席 邀她去御所教中文 其他日本贵族 邀请她参加各种聚会 甚至日本国防妇女会 处心积虑地 邀请她去当名誉会长 所谓的国防妇女会 就是日本国内女性 为支持日本士兵的清华战争 在后方服务的组织 被日本称呼为 军国之妻 禁国之妻等 最早是一个叫锦上千代子的女人 为了让新婚丈夫锦上轻衣 安心去侵略中国 在她出征前的夜里 年仅21岁的锦上千代子 悄悄用小刀割开了自己的喉咙 据史料记载 由于她不安死掉 很长时间都没死 但她躺在丈夫身边 始终一声不吭 直到黎明前才默默地死去 鲜血溢满了她搭蜜 没想到这样扭曲的行为 却得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高度赞扬 也鼓动一帮妇女 成立了国防妇女会 专门为日本清华服务 这个组织到后来发展到了 一千多万人 可谓是罪恶累累 这一天 一名年轻女人闯进三格格家 自称是国防妇女会派来的 直接威胁恐吓三格格 非让她参加声援侵略中国的 妇女会不可 润奇只好以三格格 要做家务为名拒绝 此时 三格格知道作为溥仪的包美 日本人肯定要利用她 无奈中 她只好放弃了自己的理想 专心当一个家庭主妇 她学习符合贵妇身份的茶道 插花 参加日本上流社会的活动 这样运营 越来越感到束缚和压抑 便时常提笔写信给溥仪 家事马上回来 家事精彩继续 看家族百年新帅 动行命运走向 在时代的缝隙之间 触摸历史的真相 聆听最精彩的传奇家事 感受最真实的人性之美 展现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极度卫视大型人文记录栏目 将是妖民一起体验奇妙的 试听盛宴 此时 三格格知道作为溥仪的包美 日本人肯定要利用她 无奈中 她只好放弃了自己的理想 专心当一个家庭主妇 她学习符合贵妇身份的茶道 插花 参加日本上流社会的活动 这样运营越来越感到束缚和压抑 便时常提笔写信给溥仪 无法忍受日本压抑生活的运营 在1935年回到了长春 1933年 日本终于承认溥仪为为满洲国皇帝 玉颖知道溥仪多年的梦想 就是复辟大清当皇帝 现在梦想成真 她本以为会看到 意气风发的皇上格格 结果 却发现溥仪不仅变得残酷暴躁 而且疑神疑鬼 什么事都要求神问卦 原来一开始 溥仪梦想依靠日本人实现腹地 对日本人阿语奉承 极尽产略 结果日本人变本加厉 先是把日本天照大神 搬到维满洲国 当祖宗共奉 为了讨好日本人 溥仪表面每次祭拜都非常虔诚 等日本人走了 就跟着心腹吐槽 今天又去狗庙了 以此获得心灵的背景 不久 日本人又安排了一个 随时监视她的地势运用卦 吉刚 溥仪成了弟弟道道的傀儡 日本人对溥仪的控制 开始变本加厉 后来甚至又炮制了地位继承法 给溥仪娶的日本妻子 琢俄浩 我手中拿的这一份 就是从资料中找到的 传说中的地位继承法 当然这是傅之鉴 其中明文规定 皇帝死后由子继之 如无子则由孙继之 如无子无孙则由弟继之 如无帝则由弟继子继之 从这之后 溥仪就一直担心 从而好生下男孩 日本人就会杀掉他 于是变得疑心越来越重 那时候 溥仪安排三哥哥 住在维满皇宫不远的御修园里 虽然相隔不过两百米 但溥仪从来不去 每天下午 三哥哥和二哥哥 都会到宫里陪伴溥仪 一天 他对妹妹们说 他怀疑日本人 在寝宫童德殿 安装了窃听器 妹妹去看望他时 他从来不在童德殿说什么话 有时候要和心腹商量一些事 溥仪宁肯躲到厕所里 溥仪觉得厕所里死屁 都是光滑的磁砖 难以安装勤听器 怎么办啊 最近皇上越来越神经兮兮了 谁说不是呢 有一次皇上啊 怀疑他身边的一个侍从 对他不忠 说那个侍从要害他 就把那个侍从派到我这里来 让我负责监视这个侍从 可人家侍从来我这儿以后 好好的 根本就没有什么 向皇上说的什么 有不轨行为 是啊 皇上现在 不仅怀疑日本人要害他 他连咱们皇族里的人也担心 怕他们出卖他 一天 秦务班的孤儿孙伯胜当职 皇上在屋里问话 孙伯胜就听见了一个钱字 没听清楚就没敢答应 皇上声色俱利地说 和你说话没听见呀 孙伯胜连忙回答 奴才没听见 奴才只听见了一个钱字 皇上听了勃然大怒 没听见你还听见一个钱字 你不忠实 处罚你 于是孙伯胜就被拉下去 打得战都战不起来 你这算什么 有一次啊 皇上看见他在玩一个纸烟盒 就问里面有什么东西 这孙伯胜啊就回答说 里面有两元钱 然后呢皇上不相信 非让他打开看一看 结果打开一看 里面有三元钱 皇上立马就生气了 说你明明就是对我不忠 说欺骗我 这个孙伯胜啊 又被挨了一顿打 皇上总这么反复无常 你说会不会有哪一天 他对我们也起了疑心 到时候 连我们这些皇亲国戚 不会也被打一顿吧 他这性格越来越残暴了 怎么不会呢 皇上身边的几个小侄子 经常挨打 有一次啊 皇上得了痔疮 就买了很多作药 有一个小侄子 没有见过这种作药 见到他很稀奇 就说长得像枪弹 这立马就触动了 皇上的忌讳 这不是咒他吃枪弹吗 这个小侄子 也被挨了一顿打 我看哪 最近咱们还是少去皇上那儿吧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其实连溥仪自己都说 除了自己的妹妹和妻子 他谁都打骂过 实际上溥仪有着暴力自随的性格 不仅受到日本人 他祖上也这样影响他 你看他的这个光绪的生母 纯王府的这个老附近 就喜欢打下人 是谁受谁的影响 受谁的压抑 是受慈禧的压抑 义轩就是慈禧的妹妹呀 压抑到这个慈禧的妹妹来 不让跟光绪相见 很压抑干什么呢 就打下人 直到把下人打得昏过去 才为止 所以溥仪是有这样的一个影响 当很压抑的时候 他就打下人 就发脾气 就摔东西 私下里 溥仪把所有的希望 寄托在了神佛上 他天天念金算卦 甚至走路先迈哪条腿 从左还是从右走 夹菜是先夹白的 还是绿的 都要摇挂温步 以此吃饭 溥仪念完经后 竟对着一个要吃的鸡蛋 磕了三个头 才敢把他吃下去 溥仪的种种诡异行为 让三哥哥胆战心惊 有时候 不免觉得这个皇帝当得可怜 自己这个哥哥 一辈子为皇权所累 为皇帝这个名分所累 而作为溥仪的包妹 此时他的丈夫 公公 兄弟 都在维满担任高官 既是维满政权风雨飘摇 也只能走下去 而作为溥仪的包妹 此时他的丈夫 公公 兄弟 都在维满担任高官 既是维满政权风雨飘摇 也只能走下去 1946年8月的一天 溥仪派人 急召三哥哥和丈夫 润及进宫 原来是苏联军队 进入东北 溥仪带着皇后 宛容 贵人李玉琴 二哥哥 三哥哥 五哥哥夫妇 御仪侍卫 以及围满的大臣一行人 仓皇逃亡 鸭路江边的大力子宫 8月15日 日本天皇宣布 无条件投降 溥仪得知这一消息 带着八名随行人员 准备逃亡日 这其中 就有三哥哥的丈夫 润及 这一天 生病中的孕影 怀抱着小女儿 为丈夫送行 虽然溥仪说 很快日本人 会派火车来接她 但三哥哥知道 这不可能 日本人自身都不保 哪里顾得上她呢 而丈夫和哥哥 都是战犯 作为汉奸的家属 三哥哥知道 自己回到北京 一定没好日子过 于是决定在东北 一边流浪 一边等待丈夫的消息 谁知这一等 就是十二年 在战火中漂泊的她 受尽了磨难 三哥哥和溥仪的其他家属 先是逃进的临江城 一开始 由溥仪留下的大量财产 一家人 衣食无忧 大米白面 甚至连燕窝鱼翅 也随便吃 很快 八路军解放的临江城 按照政策 要审查溥仪的财产 这些哥哥们 被叫到一个屋子里 拖衣检查 当时 哥哥们以为 把宝贝藏到内衣里 就可以躲过检查 但是没想到 他们的计谋 早就被识破了 他们围在腰上的珍宝 缝尽口袋的首饰 捆在腰上的尾臂 都被搜了出来 韵尹带着几件 换洗衣服 带着八岁的儿子宗光 刚刚四个月的 小女儿曼若 还有跟随多年的保姆 一家人开始了 在东北流浪的生活 作为一个王府格格 前半生他过着 奴婢成群的生活 干活是不被允许的 十几岁了 衣服都是保姆穿 连手绢都没洗过 更别提做饭了 连摘菜都不会 现在三十二岁的他 成了这个家的主心骨 他脱下了华贵的旗袍 换上老太太的粗布衣 为了谋生 一开始 他在街上 支起一个香烟摊 说话从来 慢声细语的他 根本不敢叫我 八岁的儿子宗光 反而背着一个木盒 沿街叫卖烟卷 大声喊着 烟卷 烟卷 平时一家人 经常以喂马的豆饼充饥 偶尔吃一次窝窝头 就算开斋了 以此宗光 偶尔得到了几块饼干 拿在手里一直不吃 一问才知道 他根本没见过饼干 不明白手里拿的是什么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 八岁的宗光 在外玩耍时 被爬梨撞伤了 运营无钱求医 结果外伤感染 转为骨结合 连腰都支不起来 在奔波中 运营又染上了伤寒 又换了胃穿孔 整天疼得寻死密活 也没钱看病 小女儿吃不到奶 差点饿死 以此 一个军人 实在看他可怜 就给了他点药 没想到 竟然创造了奇迹 把病治好了 后来才知道 这个军人 是张学良的弟弟 张学思 一家人出了穷困潦倒外 最让运营牵挂的 还是没有丈夫的一点消息 那时候 一家人最大的愿望 就是知道润齐的下落 没想到运营 因此差点遭了厄运 一家人最大的愿望 就是知道润齐的下落 没想到运营 因此差点遭了厄运 一天 家里突然闯进了一个 身穿军服的中年男人 告诉他 润齐在沈阳等着见他 思夫心切的运营 准备马上启程去 但这名中年男人 告诉运营 只能自己去 不能带孩子 这让运营如何放心 反复犹豫几天之后 邻居告诉运营 这个人是一名特务 已经被抓捕了 苦苦思念丈夫的运营 夏决定在冰天雪地的东北 等下去 他发现 洋火价格不菲 想赚一笔钱就穷 于是他把所剩无几的珍宝 变卖 准备批发洋火 谁知一个奸商 发现他不懂经商后 卖给他的洋火 全是受潮的 根本无法点燃 又无法退货 绝望之下 运营得了病 好在一直跟随着的保姆 从八路军那里 讨了一点粮食 才救了其 1949年解放后 运营才回到了北京 而这时 润琪还在 府顺战犯管理所改造 回到北京后 由于没有住处 他带着孩子和婆婆 住到一起 此时 因为宗光时病时好 婆婆肚子里长得牛子 没有正经工作 一家人日子很拮据 过度的劳累 让这个才40岁的人 一身的病 就在运营生活艰难的时候 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在毛主席的关照 周总理的安排下 运营有了工作 生活进化得到了极大改善 而这时 他最挂念的 就是什么时候 能和丈夫团聚了 那天 七叔再涛 性冲冲地跑来告诉运营 毛主席说 可以到腐顺战犯管理所 去看望溥仪 溥杰和润琪了 运营简直不敢相信 这个消息 六叔再涛告诉运营 原来1956年 召开全国政协会议 他见到了毛主席 毛主席告诉再涛 听说溥仪改造得不错 你可以带着家属 去看望一下吗 于是才有了这个 一百之血 一家人在1956年3月9日 来到了府顺战犯管理所 马上要见到了 分别十二年的丈夫和哥哥 该怎么称呼普遍呢 商量多次后 一家人一致认为 叫大哥最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tars 龍家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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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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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